诗篇第86篇是一首个人哀歌的诗篇 那么它是进入诗篇第三部的第一个诗篇 也是第三部里面唯一篇大卫的诗 在我们看到这个 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诗人充满了对上帝的这个祷告 祈求上帝的帮助和对神的告白 我们从这个结构上 我们大体上这样区分了 ABC然后BA 它是前面部分第一段落和结尾这个段落是对应的 都是向神求告 求神的帮助和怜悯的内容 然后中间这个部分呢 求神的怜悯 然后B这个部分是拯救的盼望 这种结构呢 重点是强调C的部分 表明了诗人他对上主的这种信靠和赞美 也就是说他整个祷告核心在于这个 基于这个发出的所有的祷告 那我们来看第一段 这里面说到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啊 主啊主啊 我刻意把这个他的称呼都标示出来 这是他的一个特征 那在这里面他称呼神的名字 呼喊神的名字 然后求你求你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的请求啊 那在这里面他求上帝什么呢 求你侧而应用我 应我 这里面他就说到了求神应答他 帮助他 拯救他 怜悯他 那到底诗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 在这个段落里面 我们看不出来哈 究竟他遭遇的处境 究竟什么 性质什么不晓得 但是我们在这个部分 十四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啊 原来他说到神啊 骄傲的人起来攻击我 又有一档强横的人 寻缩我的命 他面临着骄傲的人和强横的人的攻击和索命 所以他向神发出这种拯救的呼求啊 那在这里面他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 他提到了求神应用他拯救保全他的生命 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里我也标出来了 因我是困苦穷乏的人 他说到我是困苦穷乏的人 然后说到我是虔诚人 然后我是依靠你的仆人 终日求告你 心里仰望你 等等 我们这样来看的话 单凭这些也不足以在神的面前蒙应允呢 他为什么以这样的条件在神的面前求呢 最核心的部分是无解哈 他说你本为良善 乐意饶恕人 有丰盛的慈爱 赐给求告 反求告你的人 他就提到了前面纵然 我是贫穷困苦的 我是敬钱人 我是终日求告你 我是依靠你的仆人 我心里仰望你 表达自己的这种信心或者困苦等等 甚至对神的这种忠心和敬畏 但是这些不足以成为他在神的面前有资格祷告的条件哈 他在五节里面最终说到我之所以蒙祷告应允乃是因为我之所以能够放胆在你面前祈求是因为你的属性你本为良善 上帝是良善的以至于他能够投靠神的良善 世人因着认识神的良善 所以投奔神的良善 你乐意饶恕人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也恳求神的饶恕啊 后面提到了求你赦免我的罪哈 也说你有丰盛的恩慈慈爱赐给那些烦求告你的人 他知道神的属性 他知道神的慈爱 知道神的怜悯 他也知道神的应许 愿意赐福那些烦求告他的人 所以他基于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哈 因此我们在学习基督教药益的时候 近两课近两周我们也谈到了 祷告是信心的一种训练哈 当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 其实也是在训练我们的信心哈 那没有信心是不可能祷告的哈 凡祷告的人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乐意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嘛 所以正因为我们这样 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当然也有些人在无助绝望的时候 虽然他们对神没有信心 但是他们绝望的时候 就有病乱投医 或者说死马当活马医 总之好不好使天啊 什么神啊 谁信的耶稣啊 绝望的时候发出那种 尽人本能性的那样的呼求哈 当然那个我们不能称之为 一种可称赞的信心哈 异教徒也可以做嘛 对不对 像路德他在遭遇这个雷劈里面 受到惊吓之后 他还向这个圣人祷告呢 总之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诗人是明确的 他对神的属性 神的恩慈 神的应许是了解的 那这一点呢 不仅是错过他这个内容里面 他的告白里面 我们透过他的称呼 对神的称呼也可以了解哈 你发现这种结构里面 三个段落里面开始的时候都是耶华 耶华 耶华 这个是主啊 等等 神啊 也就是说他用亚卫 亚卫我们多次强调 这种恩约性的恩约的神 信使守约的神 守约诗慈爱的神 主啊 是强调神的那个至高性 神的超越性 至高主 上帝同管万有的 所以这位同管万有的神 又是恩慈的信使守约的神 正因为世人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 所以他在这样的遭遇 骄傲的人 夺取他的性命 这些强横的人 要寻所他命 攻击他的时候 在这样危机的时候 他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啊 第二段 耶华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用我 他凭什么说你必应用我 有很多我们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周边的人 或许我们自身也这样 神一定会听我 我们有这样的信 我相信神会帮助我的 那我们凭什么相信 神一定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 为什么有这样的确信呢 那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信 我们自己以为 我们的诚心 上帝一定会眷顾 有的时候我们是 完全是借着我们自己认为 神会帮助我 但是诗人却不同 诗人是基于对神的认识 他的恩赐 他的信实 我这样在寻求他 正因为神应许 凡求告他的 寻求他的 他就必帮助 他是恩赐的神 他是信实的神 他是同管万有的神 他不仅是恩赐 如果他的权限很低 很有限 他不同管万有 我即便祷告他 他乐意帮助我 他帮我也能够有限的 仅仅是有限的 但是问题是 这位求告的对象 既是恩赐 乐意诗恩信实的神 而且他是超过万有的神 他是拥有至高权柄的神 所以向他实行恩赐的 这位神祷告的时候 因为他的恩赐要应用我 因他的大能和绝对统治 他会足以干预 我现在的处境 所以诗人基于这样的认识 他说因为你必应用我 他是足够了对神的这种属性 神的性情 神的恩赐 包括神的应许的信心 以至于他拥有这样的确信 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谈什么圣灵 使我们对神话语的确信 这是因为他认识神 因之他知道神的应许 所以他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们的信心的基础 我们的所谓的信 我信上帝 我信怎么怎么样 那个信心的基础不是在于我主观的态度 我意志的强弱 我心里的作用 而是在于我们对上帝有多少认识 我越认识上帝 我越认识他的性情 越认识他的恩赐 越认识他的应许的话 我们的信就越发的坚固 越发的有底气 因为你知道你的信 我深知所信是谁 我也知道我所交付他的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他 因为你知道他 必不让那些信靠他的人 必不羞愧 所以诗人这种确信 完全是基于他对神 和他属性 他的应许的认识 所以核心部分 主啊 诸神之中没有比你的 神是超越的 神是独一的 诸神 这里面不是说宇宙当中有 同等权力 同等地位的神 有若干位 不是 所谓的诸神 就是我们一般 异教当中的 人们所认为的那些神 偶像等等 没有 有何神像我们的神呢 这个话并没有暗示 在神之外 还有同等的其他的神 神是比其他神更卓越的 其他的都是假神 根源来说是堕落的天使 撒旦 带领着的那些堕落的使者们 什么 什么 沦为堕落的撒旦和 这些乌鬼邪灵 那他们在人间 利用人的宗教性 可能制造出来很多 这种假神 在那些假神的背后去 享受人的敬拜和依靠 列国所侍奉的偶像和诸神 是没有办法跟这位 独一的神相比的 没有什么神 与你相比 你的作为 无可比 当我们想到你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创造 有何神 独自铺张 穷藏 创造万有呢 所有就有命力就力呢 当我们看到读旧约圣经的时候 旧约里面宣告神的伟大性 卓越性的时候 一般提到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创造 没有人 一提创造 古代 近东的所有的神明 都甩到十万八千里之外 没有人 没有一个可以跟上帝 耶和华上帝相比的 第二就是提到出埃及记 有何神行这样的大能 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没有任何一个神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神 可以做像上帝这样做的事情 击打埃及 当时埃及是整个世界的中心 世界的强国 埃及帝国完全几乎都被 这个耶和华上帝给摧毁掉了 所有的农业 军事 所有的这个甲神 甚至他们的那一代的长子 连人到牲畜 甚至法老的后代 那个长子也都灭了 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埃及就 甚至埃及的这些宰相们 他们觉得 王啊 我们埃及已经变得衰残了 衰败了 再不让他们走 我们就可能要完蛋了 所以在埃及行那个大势 震动全地 所经过的旷野 甚至到迦南地 约旦河东 约旦河西的这些人 都听说了 都胆战心惊 以至于甚至这个 积淀人是吧 积淀人 积变人 他们假冒好像从远方来的 不是应许之地来的人 然后跟他们签约 为了保全性命 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 他们没有办法 与这样的神相对 竟然在迦南地 积变这样的大城 都举手投降了 求和了 你说其他的小城 该怎么办呢 所以可见这种震慑力 有何神像你呢 没有人相比 在古代近东那个时候 一个城就是一个国 几乎是那样的 城邦是那样的 一个小城就是一个小国 那么每一个国家 都有自己的神明 他们在征战的时候 不管是两股军事力量的竞争 国力的竞争 更是两个保护神的竞争 当我征服你的时候 意味着我的神征服了你的神 所以他们菲利士人 当时跟以色列人打弹 试试记 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说 他们以色列的神是山神 是平原之神 我们上山上来打吧 等等 他们的思乡里面 就是那样的 所以两军打仗的时候 背后都是神明的战争 保护神的战争 然后你的神是平原的神 我是什么山上的神等等 都是那种两神的较量 所以我们才拜了 他们拜不只是军事策略的 军事实力的问题 是背后神明的问题 所以这种观念当中 有何神像你呢 这本来就没有办法比 对不对 上帝就是上帝 独一的上帝 怎么能和那些牛滚蛇神 那些假神偶像相比呢 但是在人的角度 站在地球上 看到列国所拜的神 唯一神是真神 唯有他独配受敬拜 主啊 你所造的万民都来敬拜你 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这里面也暗示了诗篇的作者的那种主题 开始逐渐的转换 前面我们也谈到了 前面这个85篇 特别是84篇往前 基本都是以国为中心 85篇开始稍微有点转换了 以国为中心 结束的时候说万民什么什么什么 开始提到了往国际上的过渡 但是86篇就不同了 86篇就开始提到万民国际信 86篇往后就是更是 关乎到万民万帮的事情 这个视角开始转移 所造的万民都来敬拜你 换句话说 所有的万民都是神所造的 他们礼当来敬拜你 神是这样伟大的神 那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 来称颂神 来说到神是配得这样称颂 因你为大 且行奇妙的事 这个背后的故事就多了 在历史当中发生的太多的事情 那种奇妙的歧视大事 唯独你是神 有何神向你 没有何神向你行这样的事 像你这样 与你拣选的百姓相亲相近 像你这样 施怜悯 好恩慈 去应允 垂听 眷顾 那些求告你名之人的祷告 然后八节 然后十一节到十三节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 前面求告神的帮助 然后称颂神 现在就是表达 向神求 前面是求问题解决 现在开始求什么呢 主啊 让我尊心你的话 让我讨你的喜悦 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生活 前面关注的焦点是 我的处境 我的现实的问题 现在呢 他开始表达自己的尾声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为什么呢 我要照你的真理心 他愿意过一个更新的生活 过一个不效法世界的生活 过一个真正 作为神所创造的悲造物 亚当失败的这个之处 重新真正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去生活 恢复那个创造的秩序 人为人 神为神 人应该照着神的真理去行 去一借此顺俗 然后求你 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 诗人这样的祷告 他在祷告的时候 不只是被口诀 说一些宗教上的习惯用语 他深深知道自己的软弱 主啊 我现在的生活 求你把你的道教导我 我愿意照你的道行 意思就是说言外之意 我现在的某种生活 某种程度是不够好 主啊 将你的道 洗 教给我 让我按着你的道行 然后主啊 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 敬畏你是我们的本分 你是配得我们敬畏的 但是我们的心往往被迷惑 我们的眼睛也被迷惑 去看 去念慕 去爱慕 去转离神 专注于一些虚妄的事情 我们的心也容易偏向邪 偏向邪恶 去追随各种欲望 或者是去仰慕 依靠 投靠那些虚假的偶像 主啊 让我有一个纯洁 清衣的 清洁 纯衣的心 专一的心 专注的心 与之相对的 我们再次说 就是二心 心怀二意 可以联想到那个 童女的比喻 也可以想到新约里面 使徒保罗所教导的那个 许配给基督的 童女 真洁的童女 把你们当作真洁的童女 献给基督 许配给基督 那么在我们 等候基督 赢取这个期间 守住 与其消极地去抵挡 诱惑和勾引 保守自己的心 更积极的是 让我们的心 时刻私慕 我们的新郎 爱他 切切地等候他的 到来 他的赢取 那守 在他赢取我们之前 守住这颗 文杰 专一的心 是非常重要的 启示录里面 上帝称赞那些 圣徒们 他们受苦 甚至殉道 称赞他们 甚至向他们挑战 鼓励 应许他们的 很重要一个 就是致死中心 什么叫做致死中心 用我们通俗点的 这个俗话 就是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专一 专注 或者是认一个脸 当然这个是负面的话 让大家更通俗的体验 无论神以外 我们不知道别的了 认准他独一的真神 我的心 我的中 伪身和忠心的对象 只有他 没有别的 也只有他配得我们 将生命 将爱 全部的爱 献给他 伪身给他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的 假身 被受人 这样的尊贵的人 给他这样的尊荣 这样的爱戴和服饰 神是 唯有神是配得 这样的尊荣的 所以应该将我们 所有的心思 都献给他 问题是我们活在 今世当中 我们透过我们的感官 不仅是我们里面有残留的这种肉体 败坏性 败坏的倾向 外在我们透过感官所基础的这个世界 原本是美好的世界 但是有些事物会诱惑我们 使我们的心软弱 所以保守一个心 单单的归向上 专注于神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基督徒 我们可能生活 道德不一定 过得很高 当然 当然道德 过得高与低 很重要 也在乎心 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因为你深深的被 我是耶华 将你从埃及 维奴之家 领出来的耶华 所以你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当你越体会到 神的恩典之浩大的时候 越容易遵守 除了我以外 不可有别的神 单单敬畏爱神的这个诫命 也就是说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不是因为怕下地狱 因着怕惧 怕神的刑法 我如果不这样的话 神就折磨我 报应我 咒诛我 当然不信神的人 本身就是一种咒诛 因为他们与生命 和祝福的源头隔绝了 他们虽然现在活着 不知道其中的悲惨什么 但是最终 以最极端的形式 就是将他们 带着所有的感官 复活的身体和灵魂 重新结合起来 永远不会朽坏的 带着所有的记忆 感官和意识 被投入到永远的 永恒的那个黑暗和 硫磺火湖当中 永远受痛苦 那是作为我们人 背叛神最终极 最极端的 最巅峰的 一种痛苦的形式 那么在今世的时候 我们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离开神 为自己造个破漏的池子 却是破漏 不能成水的人工的池子 这个本身就是 是一种祸患 一种极大的 愚昧和灾难 所以在这里面 能够让我们专注于神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反复 透过圣经看到 历史历代的圣徒 他们都面临一个挑战 有些挑战是 在刀枪棍棒面前 殉道的挑战 要不要忠心 要不要背弃你的信仰 背弃你的信仰 可以活 吐一口吐沫 卖过圣经 你就可以活 放弃你的信仰表面 然后或者是 践踏一下十字架 然后羞辱一下耶稣 你就OK 可以过去了 不然的话 我就杀死你 面临着持守信仰 要不要持守信仰 来保全狗眼残喘 还是 舍弃自己 暂时肉体的生命 等候将来 盼望将来荣耀的复活 来持守信仰 这样的试验 是第一种类型 看似是 轻面獠牙的 残酷的 这种 威吓式的 这种 挑战 还有一种挑战 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挑战 是汤衣炮弹 是用那种物质和诱惑 前一种是 威吓 明显感到危险 明显感到恐惧 但是后一种是 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以光明的使者 以什么文明的名誉 以这个文化的名誉 以什么神的祝福的名誉 来软化我们 让我们放弃警觉 然后让我们解除我们属灵的武装 最后去让我们病入膏肓 最终带来属灵的死亡 让我们离弃神 让我们离弃神 归向那种虚服的事物 所以一种是威吓 外在的逼迫 患难 另一种是利诱 诱惑 物质的享受 世俗的文化等等 所以基督徒 我们可能没有逼迫 但是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警醒 就是这种败坏性 不仅是在城市当中 更是在我们内心世界 所以沙漠交付也好 那些修士也好 他们试图脱离世俗的文化 但是他们永远摆脱不了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这个 内在的这个世界 里面的欲望 这个你躲起来 里面仍然有骄傲 躲起来 里面仍然有冲动和欲望 所以弟兄姊妹 如何保守一颗专一清洁的心 归给神 这个是信仰最核心的 一个操练和持守 当我们可能是 维持信仰的形式 维持的再完美 但是如果我们内在已经腐化的话 其实我们的信仰已经腐化了 反过来呢 如果我们持守住内心的话 那么外在的其实就不成困难了 也不会成为累赘 反而成为享受 为什么 我们需要这种形式 规范我们 让我们按着规规矩矩去 侍奉礼拜神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 诗人他发出这样的祷告 我们不得不感叹 当然这可能圣灵漠视他 他求得特别智慧 他求得特别 求到重点了 求到精髓上了 他没有求什么 像所罗门似的 他当时求的智慧 求智慧来治理国 作为王 最大的就是 从神来的智慧 按着神的旨意 合乎神心地去治理百姓 他深深地感到自己年轻 经验不足 缺乏智慧 所以上帝不单赐给的智慧 给他很多的祝福 那么问题是 往往我们可能是 我们的价值目录里面 排序里面 可能第一第二第三 智慧可能那么好 什么敬畏神 爱神 可能是排到 甚至目录里面都没有 甚至排了 可能被好多 我们优先排的 二十几条的 其他的愿望 最大愿望 一直排来排去 最后可能 不好意思 是基督徒 如果不加个这样的 导告题目 又有点不像话 然后加上了 可能是这样 所以弟兄姊妹 很重要的一件事 上帝看重的是 我们内心 我们里面 是不是专心敬畏他 专心爱他 所以主啊 神啊 这是强调 主前面是神啊 主啊 现在主啊 我的神啊 强调法 我要一心称赞你 我要荣耀你的名 直到永远 使人内心当中 这个不只是患难当中 许愿而已 赶紧摆脱现在 说点好话 哄哄神 救我脱离眼前的极难 上帝往往也是 利用极难 来解禁我们 除去我们内心当中 虚浮的欲望 大家还记得吗 加尔文牧师在 在谈到我们 悲食的架 在谈到基督徒生活的时候 提到了悲食的架 他谈到了很多的事情 其实是为了给我们 断绝我们一些虚浮的欲望 比如说不好的 不和谐的婚姻 上帝给我们一个暴虐的妻子 或者是一个残暴的丈夫 让我们断了对这个今世 贪恋执着的这种虚妄的意念 包括遇到一些灾难 遇到一些什么亲友的背叛 重判清理 人的背叛 或者什么世间的邪恶 如果大家还记忆 能够回想起来的话 我当时曾经在谈到什么汶川地震 包括这个科罗纳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疫情的时候 包括像金正恩等等 类似约等于金正恩 有一个小金 有个大金 那我当时给大家说了 我说上帝为什么这样 难道他的慈爱 他不希望地上像天国一样幸福吗 如果今世或者近二十年 是所有上帝创造计划的终极的话 我们想上帝一定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平 在二十年之内 让人类达到最高文明 最高幸福 如果那是这样 但问题是 我们通过上帝救赎的计划知道 现在这个败坏的世界 最终有一天像建衣服一样 建的旧了 上帝要卷起来它 有形的世界要重新经过火的洗礼 上帝要更新这个世界 罪人彻底地被灭在地狱里面 撒旦也和他的使者 彻底地被灭在永恒的火壶里面 然后这些被熟的百姓 心灵已经经过试炼被更新 然后又身体又带着基督在灵的时候 带来的复活的身体 完全更新的人 然后上帝在用他的大能 更新这个曾经被败坏 衰残的世界 重新恢复他 这样的话 新天 新地 新人 神的国就彻底成就了 那才是终极的目的 所以今天是过程 如果今天是家乡的话 本乡的话 那我们就到了本乡 安息就好了 尽情地享受就好了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是返乡的过程 这个朝圣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上帝要我们去匿取一切 虚妄的禅类和束缚 让我们对那种乌托邦 努力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要努力改变社会 促进文明 但是我们也知道 即便有一天 中国变成类似于 某某文明国家那样的话 那也不是终极目的 因为最终有一个 更完美的国要降临 丹伊利书里面所描述的 那个石头 非人手所造的 从天而降 砸在重山之上 所有的山都被损灭 然后又出现一个新的山 那个山才是 上帝的终极计划 所以弟兄姊妹 这也是我们在 旧约历史当中 以色列的国 所有的王朝 看似繁荣的都衰残 因为什么 王不持久的 王一跌倒 民一跌倒等等 最终上帝所期待的 那个王就是 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所 亲自透过救赎 来三一上帝 透过的救赎计划 所要成就的一个新的 归基督 在基督里 统帅的那个百姓 所建立的那个国 这是三一上帝的计划 三一上帝的作为 所以弟兄姊妹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最终的目标是 我要荣耀你 直到永远 因为你向我发 慈爱是大的 你救了我的灵魂 免入极深的阴间 这分明是追溯 他已经领受的恩典 说明诗人 深深地体会到了 神的慈爱 体会到了上帝 救赎的这个恩典 我的灵魂不至于 免入极深的阴间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 对神的称呼 对神的期待 对神的信靠和祷告 都是非常精确的 他不是盲目的 凭着自己的这个感情 或者是妄想 去在神的面前 所谓的大大张口 他是都基于 对神的属性认识 对神的这个应许的 准确的认识 在神的面前 为着自己当下的 这个情况来祷告 而且我们也按照 136讲的 要议的这个教导的内容 来看他 审视他的祷告的话 他的祷告也不是专注于 真的是 只是解决问题 祷告的祷告 变成赞美神了 祷告祷告 他的心思 完全被神的荣耀 恩典所吸引抓住了 这就是要提升我们 不要我们的心思 意念只是专注于 祷告本身 解决问题 神的给啊给啊 赶紧解决啊 麻烦啊 痛啊 是需要祷告 但是要提醒我们 所以加尔文牧师 是真的 他逻辑很强 但是他不是靠逻辑 去做神学 而是真的是 他的思想是受圣经约束的 他这样说 提升我们的意念 到提升 让我们的意念 不再专注于 祷告本身 而是神的旨意 所以前面说到 我的心要称赞你 要专心敬畏你 让我能够照着你的真理去行 最后 十四节到十七节 然后他就祷告 求神拯救 神啊 具体的说 骄傲的人来攻击我 强横的人来多数我们 他们没有 谈到攻击我的同时 又谈到 他们没有将你放在 就是说 这些仇敌呢 实际上可能是 异教徒 不敬畏神的人 或者是 以色列当中的 不敬虔人等等 他们不把神放在眼里 藐视神 不敬畏神的人 主啊 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这个非常熟悉 旧约圣经里出现多次 第一次出现是 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 当时发生了拜牛犊的事件 摩西祷告之后 中宝的那种象征 上帝就赦免 所以摩西就被神的灵感动说 耶华耶华 有怜悯有恩典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真正的信心 就是仰望神的灵敏 当然这个仰望神的灵敏 不是借着神的灵敏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是仰望神的灵敏 让我们这些罪人 不完全的人 投奔在上帝的灵敏 在上帝的灵敏里面 他拣选了我们 在上帝的灵敏里面 他应许我们救恩 在上帝的灵敏里面 赐过我们福音 我们借着上帝所应许的 这个圣灵帮助的 相信应许的信心 信靠基督的信心 享受神的灵敏 这就是信心 十六节 求你向我们转脸 联系我 将你的力量赐给我 仆人 救你婢女的人 婢女的儿子 就是一种自卑的说法 我是个卑微的人 我是使女的儿子 我是最卑微的 我是你的仆人 然后很重要的 把力量赐给我 他需要这种力量 求你给我力量 基督徒也需要这样 保罗为以父所教会 弟兄姊妹祷告的事 也是盼望照着那个荣耀的灵 使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我们需要里面的力量刚强 我们虽然也需要身体的健康 需要这种一般的力量和能力 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心灵的力量 属灵的力量 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 我们知道要爱神 但是心里没有力量 没有办法依靠他 没有办法爱他 没有办法专一去过圣洁的生活 守住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需要恩典 需要力量 主啊把这个力量给我 让我靠着你的力量 实践遵信你的话 真的像圣经里面说的 你所喜悦的那个清新的清新给我 那个你所喜悦的那个虚心 那个虚心给我 所喜悦的那个饥渴沐浴 那个饥渴沐浴给我 我没有 是我一穷二白 但是主啊给我 使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让我能够按照你所喜悦的 你所应许的 你所命令 所吩咐的 去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 求你向我显出你恩待我的平均 他祷告主啊 帮助我 救我脱离这些 攻击我寻所命 当你搭救我的时候 就证明 这些异教徒 拜偶像的人 不敬畏神的人 他们就知道 你在帮助我 你在爱我 你是恩待我的 你眷顾我的 透过你拯救的 保护的作为 表明你对我的恩典 叫恨我的人 看见便羞愧 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方法 让别人 让不幸的人 看见我们生活当中 神的祝福 当然这个不是成功神学 那个概念 都发财了 都开 做什么生意都 亨通 不是这样 比起外在的成就 一般的丰富不缺乏 但是你生命当中的 那个喜乐 面对同样的压力 和患难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所表现出来 那种超然 靠着神刚强 那个祝福 是有钱人也没有办法 逼你的 论财富 有的是人比我们有钱 那难道他们就证明神 他们的生活 蒙神喜悦 神祝福他吗 所以用物质的祝福 去做见证是 没有办法说服的 因为有的是 比我们更有钱的人 是吧 健康也不一定 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里面 因着认识神 而带来的那个 安详 那个平安 那个喜乐 那个鼠天的盼望 那个对待物质的态度 别人都像守财奴一样 但是我们基督徒 却对待物质那么超脱 很珍惜 很隐情去工作 很隐情去赚钱 但是从来不做钱财的奴隶 矗立物质的时候 很自由 很自然 面对极难的时候 心里面有平安 那个是所有非基督徒 所不能享有的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灾难的时候 仍然有盼望 所以我说 面对今天中国 遇到很多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的见证很重要 我们平时说了无数的真理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去生活 给那些在黑暗当中 受到很多打击 绝望要崩溃 甚至有的人跳楼等等 甚至绝望的 这个逃离中国等等 这样的情况下 基督徒那种表现 不是愚蠢的那种表现 根本不知道 自己现在处的国家 出现什么情况 社会的危机什么 儿女要面临怎么样的压力 天天傻呵呵的 那个傻乐傻乐的 不是那种平安 是真的知道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社会正面临着怎样的危机 一面痛 一面流泪 为自己的民族祷告的时候 但是内心当中仍然有鼠天的盼望 这样的人才是世界的光 在中国这种社会里面成为光和炎的人 不是那些自私的人天天祷告 这个祈求上帝祝福我 这个祝福我那个那样的人 跟庙里面拜的人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里面支配他们的价值和人生目标 世界观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换了空间 放到教堂里 披上基督教的外袍而已 本质里面他们所追求的 所渴慕的 所关注的 所判断的 都是一样的东西 求高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形式不一样而已 本质都一样 但是那些真正信仰的人 被心意更新的人 真正关心神的国 一方面处理好自己的人生 又关心这个社会 其他邻舍的问题 带着一个正常人 应该有的这种功德心 和社会这种常识的见识 而不是被中国社会 培养出那种 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 高学历 贼聪明 都是自私的 懂得如何去 这个应付各种环境 去追求自己的名利和权利 这样的这种 这种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 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根本荣耀不了谁 所以一定要有这种不同的 面对这种情况下 基督徒的态度 基督徒的关怀 基督徒内心当中 真正在乎的什么 要论道德 我们可能不如和尚 当然现在的假和尚多 这个嫖妓的什么 贪污的 这个奢靡的和尚多 有很多人守洁 过得比我们超凡 但是为什么 基督徒可以比他们超越呢 基督徒灵魂里面思想的 追求的是不同的 和尚是追求逃避 虽然他们现在又回到城市里去敛财 道士是追求 本来是与自然 什么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 但是现在也不同了 但是基督徒是入世 但是不是消失在这个世界当中 跟世界同化 而是活在世界 却活出一种不同的关心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价值 不同的情感 这样才能够做光 做盐 才是光 才是盐 不然的话就是 光失去了量 盐失去了味 被人唾弃 所以弟兄姊妹 诗篇八十六篇里面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看到诗人面临 这些骄傲的人 这些强横的人 去寻所攻击他的 寻所他的命 攻击他的手 他发出 带神面前的这样的告白 在祷告里面 就反映出了他对神的认识 他对神属性 恩慈 慈爱 对神的应许 认识 然后对神过去 施的恩慈 和拯救的那种纪念 基于这样 他知道神是信使守约的 亚维 他知道神是至高的 阿诺奈 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放胆 为着他眼前的现实祷告 但是他又不专注于这个 最后变成对神的这种 神的国神的义的关怀 主啊让我明白你的道 好遵守你的道 让我照着你的真理行 让我专心敬畏你 我要一心称赞你 好像问题还没解决呢 仇敌正在摸刀准备进攻他呢 他开始被提升到神的宝座面前 开始敬拜神 注目神了 好像旁边的火箭射在他的脑袋上 都被崩到一边 任何仇敌的伤害都无法伤害到他了 这种状态 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可能没有像他遭遇这样的灭命的灾难 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所处的世代里面去持续我们的信仰 主啊给我力量让我也能够专一爱你 给我力量让我能够遵守你的道 求你将你的道教导我 求你给我力量 如何过一个在这个时代里面 能够在你眼中看为忠心良善的仆人 忠心良善的儿女 来荣耀神 来敬拜神 守住我们的心是敬拜的前提 心已经散了 心已经一清别练了 所有的敬拜都是伪善的形式了 守严肃会 犯罪守严肃会 犯罪贪婪却警示等等这样的情况 所以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盼望诗篇里面所启示的这些信仰的 这样的内容成为我们羡慕 羡慕的这样的方向 主要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成为拥有这样的信仰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